接下来想跟如果各位没有什么意见的话 我们讨论第三个议题也提到了这个中国高神 现在美国智库很重要是华府华盛顿的一个智库 这个布鲁克斯的这个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写了一篇分析文章提到了 习近平在上任以来 上任以来主战以来用了很多人 大部分都集中在沿海东岸 东部的决策官员 那很多南方或西南方或是西边的 这个决策官员进入所谓的中央预委员 或者政治局委员 在你常委里面很少比例比较少 我不晓得这个李成他这篇文章写到的 这个中国决策官员大部分都集中在沿海 在东岸 因为你对中共党内很多的这个看法比较深入 可不可以请你先分析一下 这个李成这个文章 他主要是说两一个 主要是在山东福建和洁江西 这个其他街坊提拔的这样一个 这个 这个大本营吧 另外就是说这个广东和习近平的老家陕西 没有没有人进入这个这个所谓的局 在这里面就是说反而比较少 大概提供他的意思 但其实我就 我觉得这种现实上其实也不不奇怪 我们讲从西方来看 一般来讲 谁上台的话 都提拔对自己竞选有帮助的人 这个曾经帮助过的人 发现说自己党派的人 习近平其实走的也是这么一个一个路子 中共我们讲这个 他好清楚的干部用人制度是什么五福四海 但这个东西从历史惯例来看 可能是在某个习期 某个习期会做到这种情况 但大多的情况之下 还是用自己的领导人所这个亲近的人 亲近的一个小圈子的人 那么从习近平来讲 我们讲他的这个 他的履历当然很广泛了 肯定在军队干过短暂的干过一段习期 然后在河北干过几年 然后然后在主要 他的主要的这个重点是在福建 和我们讲这个浙江 那么谁一件 他说要选拔干部 肯定也主要是在这个 我们讲这个军队那个习期 那个太远了 那个是年轻的习期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这个在河北干过几年 那个时候 也是在他做这个属属属干部 县委书记的时候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的话 可能那个时候跟他有狠心交往的 这样一个朋友的话 也不是太多 那么记忆中的跟习近平 有狠心交往 是一个属的河北的是一个作家 一个作家 那么那么所以他这个在福建 在福建和浙江干的时间是非常强 非常强 那么对这两地的 从无论从私人关系也好 还是从这两地的干部的素质来好 也好 他肯定要提反 相对来讲 我们讲这个这两地的干部素质 肯定是要比内地的 比他的省市老家要要要要要要强了 等等的 但是这个习近平也是在上海干过 当然他也提发过是上海的官员 但是比例没有他大 但是因为他在上海 说实上也就是一个过渡的期 上海一个过渡 所以这个从比例上比例上来讲的话 他不这个他的官员没有福建和浙江两地多 那么这个浪漏有点奇怪的 就是说就是说这个这个广东和福建 不他的老家陕西 他没有提发 按理说如果说这个提发远海干部的话 这个广东陕阳意见是比山东 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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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合适 对 那么从这个属的这家商情感出发的话 他应该提发陕西的干部上来 但是这两个地方确实是这个比较少 那么我想这两个可乐考 他是不是就是跟习近平 还是跟习近平个人的理念有关 一方面提发干部 就要从个人的私人感情出发 另外一方面 他觉得是不是在广东这个地方 这干部是不是这个有点就是说 虽然是开放 但是不是太开放了 因为广东比较跟香港 跟澳门集结的感 那跟习近平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要要要那种比较要双度来说 比较稳重打的 有点稳重型的干部 甚至双度来说 这个在开放中有点保守的 那种的这个这个大线保守的 这样一个倾向的干部 可能那种用轮是不是有点这个不符 不符而来 我这个存在是一种猜测 没有没有没有 就这样一个进注来证明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是不是有这个有关 那么那么不重用不重用这个陕西的干部 可能就是在一方面闪失干部 可能确实不行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这个合适的人权可以重用 另外一个方式 也除以所谓的考虑 你不能给别人一种介绍 说你现在已经重用了 这个你的所谓的聚状性军 然后你又重用你的这个加伤 加伤的干部 可能那么他可能双度来着为了避嫌 那只能写持一套 那就我闪失的干部 我就不重用 所以就重用用他的所谓的聚状性军的问题 大概上可能是他是不是有这么一些考量 好 谢谢一位 这个军大老 这个我们这个题目提到说 中国决策高层是不是都是华东体系 那根据李成的分析 现在目前就过去这十年来 这个江苏了浙江跟福建 还有山东跟安徽这五个省 加上一个上海市 大部分决策观点都来自于这个地方 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李成先生呢 这个他其实是在 在我看来是想 他是美国的就是 高盛集团是为了跟中国做生意 包装出来的就是一个学者 然后呢去再包装出对中共高层的一些认识 他的成名作其实也是当时在 这个高盛当时做了 他几个总裁 一个跑到中国去了 搞了一个在清华搞了一个中心 那叫什么来的 还让王岐山和那个班农见过一面 就说他其实一直在操盘 然后呢高盛帮着中国一大批企业进到美华尔街去上市 在王岐山做副总理的时候 然后呢 他在其实在美国在这个 也是他找了钱 然后在布鲁均研究所做了一个 中国研究人的李成先生呢 被选中 因为李成先生博士论文呢 他写的是关于中共高层 他从美国人非常看重一些硬指标 就跟我说美国讲军事 喜欢讲建的什么吨位啊 什么飞机的这个架数啊 喜欢搞这些东西一样 他从这些人的知识结构推出一个结论 这个当时美国普遍看好中共改革 就是华尔街啊 出钱呢 找了一批学者 包装出一个中国的非常好的前景 你看中共现在T8的干部都是精英 都是什么 就是什么 在这个国家中最优秀的人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分析 包括他们的经历的分析 然后来给人一个印象 中国将有个非常好的未来 这个未来基本上就是 这个蓬佩奥国务情河 现在就是美国的政治家说的 美国被骗了 美国怎么被骗的呢 其实不是江泽民呢 和中共那些官员的花言巧语 这些人像不懂和美国打架了 其实就是李成他们这种学者 他们用美国的方式 李成先生很好啊 他不是这样 他是确实凭着学术良知做的论文 按照研究 按照学术方法做论文 但是他后来因为这个东西 比较吻合华尔街的这个思路 所以让他来出面 做了这番包装 向美国兜售另外一个中国前景 通过这个帮着中国去发展 其实他们华国公司想赚大钱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成长出一个中产阶级 这个中产阶级 在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 符合东方的这种政治文化背景的 这些精英的领导下 中国一步一步走向民主和自由 跟美国呢 相互的去这个支持 维护一个世界格局 这个想法在美国现在基本上破产了 所以李成先生当初的那些书啊 大概也没有人们再去提他了 最近他又搞一个 就是我想说李成先生却是个学者 他还是按照他的方式 对现在的领导做个分析 但是我觉得啊 这个其实不是李成先生说 就中国自古以来 不论是专制也罢 民主也罢 只要搞建设事业 在和平时期 要想让这个想搞国泰民安呢 华东那一带就是出政家的地方 就出不是要出政家 出管理者 社会的管理者 他们不算是政治家吧 就是你可以看科举吗 中国开科考试之后 本来就是华东那一带呢 出人出的多一些 就说那个地方 因为是鱼米之乡啊 也是中国过去文明啊 什么的比较发达的地方 所以我记得呢 就中国第一次高考同考啊 就是网纳命后呢 就是七八年全国同考 盛平是七七年上学 那还不是同考 第一次同考之后 福建的是最高 就是就是 但是平均辈八十辈 有两千人 北京第二有一千六百多人 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这就是这种关系吗 不是 他这个就是跟当地好学 他们他们这个 跟这个跟这个传统 所以有人说 那地方才是中国人 像我们黄河啊 这些长江这块人 都是五国乱华什么时候 一次次中华民族 被北方的游民给踹破了 然后跑进来 就又被中国文化同化的人 说是广东啊福建啊 什么浙江那边 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包括四川后来好 也都是张献忠杀了四川 杀完之后呢 好多这个那个地方 就填了四川的真空 所以你看那个地方 修竹谱啊 宗族啊 等等这些概念 非常符合孟梦之道的 那种就是传统的 中国的这样的一个 关于社会的理智的 这样一个概念的 一个好的社会 就是那么 回头我们说呢 其实华东一带 这样的 是因为他们有几个特点 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呢 就是他们这些当地人 比较重知识和专业 第二呢 就他们处理事情 比较理性 就是北方人 喜欢动感情 对吧 就是有时候觉得 你们南方人 怎么好像什么小肚鸡肠 什么都算那么细 其实这是理性 第三呢 他们比较温和 不走极端 第四呢 我觉得他们呢 一般来讲 谈一个事情 喜欢就是论事 比较同情达理 那么再一个呢 因为有这几个特点 所以他们对各种 不同的意见 包括和自己不一样的 比较包容 这种特点就使得呢 他们比较容易在 一个国家 在和平建设的时候 他们会比那个 乱世的英雄 和平建设不一样 对吧 你看古代皇里头 打天下 是要靠流氓痞子 一旦天下打完之后 一人分一块地 接着你们就结甲归田 杯酒士兵权 然后就开始要搞建设 开科取士 如果哪个家伙 当然给你铁券单书 但如果你真的犯了法 就要开科取士 这帮人才把你给斩了 对吧 你可以看出那些忠臣 说皇帝忘恩 不是的 都是那些忠臣 他违背了和平时期的规则 忘记了皇帝当年 给他们封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 给他们的嘱托 那么这些就是 还有呢 就是这个 他们比较适合现代化 因为还有他们比较适合开放 所以华东地区的官 所以但是这个比较 比较有讽刺意识上 像这个时代的 华东地区的官上 都是邓小平时候搞出来的 你看我们知道 邓小平的私话 和他的改革开放事业 包括习近平现在选的官 基本上都在那个时候 开始进入中层岗位的 所以应该说呢 但是习近平 但是应该说 我觉得习近平 其实不应该喜欢这些官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些官呢 有两个弱点 就是在这个时期上 第一呢 就是他们政治斗争性不强 而我们又知道 习近平这些人特别喜欢政治 第二呢 在一个乱世的时候 因为习近平实际上 在做一个大转型给国家 这样的人实际上是 缺乏转型的魄力和视野 这本来 那习近平为什么喜欢他呢 我就觉得 这个时候 我跟郁文有一点不一样 就说 他不是说 那个他 他好像是真的喜欢的人 好像他其实就是因为呢 他现在都还是政治安全 所以我在前面讲过 我不认为现在所谓的 之江新军事习近平看好 要主徒接班人的时候 其实这些人是给他 占坑的地方 占坑就是他 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而这些人他认识 而这些人就是 我不是讲 因为前面有一些平和的特点 就是这种比较平和理性特点 他们不大会做出那种 就是这个欺失叛阻啊 什么这些就是 可以就是被就是 做一个大的戏剧性的转变 所以他们比较安全 用这样的人 先把坑站住 然后在斗争中 就选拔他中意的人才 所以这个呢 我在前面讲 其实他不大喜欢 那些动不动就 眼睛不近 是又戴个眼镜 在别人面前 讲这个温文儒雅这种人 他那个底线思维啊 什么斗争哲学 都是想让他的人 狠一点有点狼性 但可惜啊 李强也罢 陈敏尔也罢 什么这些英勇也罢 都还要一副斯文样 对吧 这个也不杀人 在那不忍心杀人 所以这个东西 我不相信 但是他们安全 就是用他们主要坑坑 所以现在我觉得 二十大之前 我说过习近平登顶可以 提出一套治国方略也可以 但他缺乏干部 他在缺乏那种 能给他去上去咬人的 就可以把这个 可以去进行 这个流血厮杀的 这种干部的缺乏 他现在还在看 在他可能未来 都能在提拔这样的人 好谢谢 这个证明啊 我们二十大 其实大家很想关注 如果习近平这个连任之后啊 到底他未来的人事 只能运用啊 布局怎么样 如果你翻开 现在的中央委员 两百零四位 郑恶军委 二十五位 郑恶军常委 其实习近平跟这个赵乐际 都是陕西 李克强跟汪洋 来自于安徽 这个栗战书河北 那个 当然韩正是 韩正是浙江 王富林是山东 但是他是在上海出生的 所以感觉上 也不是完全 偏向于哪一样 不过东半部是 确实比西 西南 南边 或者西方是多一点 你怎么样观察 我觉得习政权他上来的一个 就与生俱来的一个弱点 就是他的格局 或者说他的人事的圈子很小 他跟毛泽东不一样 毛泽东是 二十几年打下来 他能够把四方面军 把贺隆这些 能够收到他的麾下 习上来他是没有班底的 他当时上了一个特殊环境的 就是如果他有班底 他可能就上不来了 他完全是走了另外一条路 所以他后来 现在这么大个国家 他要用人的时候 他就直接面临这个问题了 其他人要么是其他系统的 江征的 或者国务院系统团派的 他自己就完全没有一个 他的系统 只有跟几个最熟的人 比如栗战书 以前一起同事过的 比如说芝江新军 在比如说一些陕北的一些老人 这些人还能帮他一下 其他人他就不放心 这一直是他的一个问题 至于说二十大他怎么布局 就是是不是谁多谁少 我是毫无研究 不想让回大家世界 谢谢 这个何必啊 你对中国人是很有研究 你觉得习近平的 以他的背景 从陕西河北 当然福建很长时间 17年时间 还有浙江 上海 你怎么样看待他未来二十大的这个人世大海 当他的这个权力越来越稳固的时候 五湖四海就变得很必要了 但是这个五湖四海的这个 是一种什么样的量化 李成先生呢 就是提供了他的一种量化的方式 就用区域的方式来看待这个官员的这个深情 这当然呢 可以看待一些这个有趣的地方 那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些年经济的高速的发展的区域 主要就是长江 长三角 上海 那再加上他的自己的工作的这种经历在附近比较长的时间 这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特征 比较早期的特征 当然你要从区域来就区域来讲 除了这些地区的人素质比较高 这个 从政也是比较符合现在的这种需要的这个专业化 刚才王军涛先生说 美国有哪些哪些对中国失望了 那是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的这个情况 中国的这个地方的官僚的专业性 和各个部委的专业性 和他们文官的这个品质 就中国的现有的素质而言 可以说是已经非常的高 已经非常的 具有这种实际的这个操作能力 唯一的问题是中国缺乏法制 缺乏更好的专业标准 就能力来讲 我相信如果你在中国 最近三十年有真实的经历的话 然后你到美国来 来见见美国的州长 来见见美国的政长和市长 坦实地说 那么中国的素质不亚于美国 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强 所以我不认为 而且这批人 是把中国带入到一个工业化过程中间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很恶心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语言 但是那是表面上的 真实的情况是他们要解决民生 要解决经济 要解决科技企业 要解决一系列一系列的问题 OK 但是我不认为讨论中国的官员的分布结构 跟区域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因为有时候的区域是某个时间所造成的 比如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中国的军界主要是来自于三东比较多 那就是因为三东比较早的被中共控制 那个时候很多人参军 而且三东人的性格比较豪爽 那么比较在官场里面 我就见过很多三东的这种说说波波 你就会感觉出来他们的官器 比拿方这种秀气好像要强很多 一讲话他们的声音就好像一个当官的 那个时候我就印象非常深 但是世界上中国的权力的分布不是这么基于这种地方 另外一个权力的分布呢 我不知道李成先生 他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量化标准 实际上陕西的人现在被重用的情况是非常迅速的 非常迅速 现在的外交部的唯一的一个非外交人才的阿巴索 实际上掌握到外交部真正的情况其余 他就是陕西人 现在的公安部的核心人员 除了来自于福建 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来自于陕西 陕西的人的重用 现在越来越明显 现在西安的市委书记啊 就来自于习近平的这个负贫 那只是有一些职位大家没有注意到而已 尤其是没有注意到下面要准备接班的那些 复职的这种官员 所以我估计由于这些原因 他没有量化过去 所以你看不到二十大之后的 或者是二十大前后的这种实质性的变化 还有一个就是 趋于 你一个意义来讲 它不是权力分布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权力系统的这种分布才是决定性的 比如说某个部委 某一个系统 某一个机关 他们确定给他的权力的含金量 比如说给几个党代表 给几个中央委员 给几个中央候补委员 这是一个权力分布的真实的情况 现在的中国的区域性的人 你根本分不清楚 你现在一个上海人 以前你觉得是浙江人 江苏人比较多 那你看最近几年 变化已经非常非常之大了 那北京就更是一个全国性的 一个区域的一个混合体 你很难分清楚 它的升官一定是跟区域有关系 区域的色彩越来越在低 专业的系统 则是真实的权力分布的程度 这些真的有意义 比如说你政治局委员 哪个系统有一个名额 哪个系统没有名额 那么中央委员 来自于经济系统的人占多大的比例 来自于军界的人占多大的比例 来自于地方的人占多大的比例 这个在权力来讲才更具有含金量 政治学要量化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它如果你把量化定在某一个标准之下 你可能就把真正的有力量的人给砍掉 我觉得刚才军头先生有一句话提醒了我 我觉得讲得非常有道理 就是志将新军和他福建邦对于习近平的权力的前期来讲 就是你先把我这些人站住再说 至少我认识比较熟悉 但整到他20岁真正掌握权力之后 权力越强 他就愿意拔脱了那种原来的格局来使用人才 过去9年10年 习近平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认识的人太少 而未来的20大之后 他就会在全国各地的选拔人才 所以他会建立一个真正的习近平的班底 而原来的班底就是像军他所讲的 他占一个坑而已 20大之后他就不同 因为经过10年 他对官僚体系的掌握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习近平是中共到现在为止成立以来 掌握权力系统最充分的一个人物 最充分的一个人物 无论是军界还是地方还是中央部委 这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你进行一些量化分析的话 因为我平时没有像李登陈先生这样 按一个模型来做量化分析 我就打开脑子来想一想 用我的脑子的计算机来计算一下 你就可以发现毛泽东也好 邓小平也好 从来没有真正把他的明显的政治派系的人 能够彻底被清除 他很难很难 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完全可以 因为四野的系统 四个野战军的系统完全消退 原来的几个工业系统的消退 比如说石油系啊 比如说什么电子系啊 这些势力的消退 地方势力的消退 所以他根本现在不在乎 你要不要用广东人 或者是怎么样 用广东人普通话讲不好 你就没办法到陕西去工作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我只是举个例子 跟这个日文讲的 是不是跟香港比较接近的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现在广东省的省委书记 省长 甚至是人大主任 还是什么什么政协主席 通通都不是广东人了 这个在以前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他现在每一个原来的省的省长 跟自治区的政府主席 基本上是本省人 本地人 他基本不管了 全部给你换成 这个外地的人 当然他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你真正出现像疫情这种情况 上海现在暴露的问题就非常严重 但是如果没有疫情这种情况 对于他来讲 我就把你所有人给打乱 一方面是降低了你认知的时间 的长度 让你腐败的机会 你没有班底 另外就是让你非常熟悉情况 加速度地 让你了解情况 毛泽东的时期一个省委书记 恨不得可以搞十几年 处于文革的时候打倒 所以大家都知道某个省的省委书记是谁 八大军区司令员是谁 十大军区司令员是谁 郑小平在很大的程度上 他也有他的规则 比如说多少时间 当然这个主机棒是不会怎么动的 所以每一个省都带向了很多的 个人的色彩 比如说福建 中央应该很熟悉的 向南 比如说广东 那个从辽宁调过来的 甘肃 李运奇 这个 新疆是谁 辽宁是谁 大家都记得起来 现在你根本记不起来 他就用那种高速认警的方式 天天在下大棋 你以为他在中南海干什么 以为他整天在开会 不是的 他整天在玩棋 就找人谈话 谁谁谁当了副省长 谁谁当了省委副书记 在我们这里看起来根本不重要 但是对于他来讲是非常关键的 他就把所有的派行全部打乱 所以四海 都已经归于习近平 这是毛泽东时候 和郑小平时候 是根本根本不能比的 这种方式 是不是对经济发展有多大影响吗 也未必 对这个地方发展有多大的影响吗 也未必 但是习近平的权力巩固 这是真实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习近平的斑点 这个词已经不准确了 那中国的官僚系统就是习近平的 中国的军方系统就是习近平的 你怎么搞啊 怎么搞 他不需要班底了 OK 谢谢啊 这个决策者在 领导者在决定他的决策官员的时候 到底跟区域跟籍贯有很多的关系啊 就是我们可以看看二十大习近平到底怎么样的安排 这是直播节目 明镜电视的这个中国研究院 我们讨论三个议题 等一下接下来还有四个议题 包括中国是不是解封了 还有这个新疆政策是不是会改变 当然还包括唐商事件的后续影响 还有美国总统拜登是不是还想联任 普京是不是已经从俄乌战争的这个噩梦里面 苏醒过来 我们还有四个议题 我们稍坐休息之后 15分钟之后 我们再回到我们明镜电视中国研究院现场 好谢谢 以及中国未来朝哪儿向方向走 我们的与会嘉宾有何平先生 有冯胜平先生 有王军刀先生 有邓玉文先生 我们接下来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在中国驻美国总领事馆已经开放重新申请 这个所谓的海外华人反国探亲 那台湾的疫情虽然还蛮严重 不过现在自主隔离跟居家隔离也即将缩导完三加四 所以感觉出来这个海峡两岸 中国跟台湾已经慢慢在解封当中 是不是在解封当中 那当然动态清零 习近平所坚持的 是不是在这个节骨眼里 已经获得了所谓阶段性的这个成果 不过看起来现在就定是山东 跟这个江苏跟安徽也取消了这个核酸检测 那北京前一阵子突然发生了这个超市跟这个酒吧的 这种所谓的疫情突起 也慢慢好像和缓了一点 所以感觉天津河北跟这个北京 也慢慢在打通所谓的供应链失调的问题 感觉虽然感觉整个动态清零好像获得 慢慢的疏解下来 这个声明你怎么样来看待目前这一波 是不是中国已经要解封了 大家都可以回中国了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征兆 其实就这个题目来说 清零是不是大人症 取决于你对什么人来说 对那些65岁以上 又以基础病人来说 清零是大人症 但对那些年轻 而又酷哀自由的人来说 清零是瞎折腾 就看什么人了 他们去都有道理 那问题在于 中共他不是说就是老人的领袖 他也不是就是青年的领袖 尤其习近平 他不是说基础病老人的 这么一个群体代表 他不是议员 那当然也不是联系的领袖 就作为中共的一号人物呢 就他必须对一千人负责 所以他开始是做的选择就是清零 我记得5月5号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5月6号 当时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决议 把清零提到了就是党性的原则 人民好像就是这条路要走到黑 我当时我不信 我说我觉得那个也就是打左人向右转 就在经济的压力下 他必须转 现在看着基本上转了 所有的政策出来 经济是在清零之上的 就是清零不能影响经济 不论风露不论什么什么 这现在越来越明显了 就其实这个问题变得这么糟 跟这个中国的体制有关 在疫情的初期 习做了一个承诺 就是叫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那做了这个承诺以后 那事件整个就带上个个人色彩了 本来防御是个科学问题 他现在变成了政治问题了 那由于这个承诺呢 他又从一个political question 变成个personal question 又变成个个人问题 所以他很难走出来 就如果不是经济下滑的 巨大压力的话 恐怕今天中共还在这个死活中里面 在绕圈 但是现在看到情况是站出来了 这是一个清零的事 还有一个就是经济的事 其实在我看来习上台以来 他执政上台 他执政最大的事物 他有各种不同的事物 最大的事物是对民营企业的过分打压 就民营企业当然要管 你不管的有些事是 他会有恶性膨胀 有些事是不对 但他管过了 就在中美博弈 就贸易战和疫情的这种背景下 就政府出手 就一下就干掉了教育行业 又重挫了房地产 尤其是对阿里 是对腾讯这些网络科技平台出重拳 其实这些行业都是对中国经济增长 或者说对中国就业最优秀的公司 可以说是中国的国力的代表和象征 像熊猫一样的这些企业 真的是应该真实的 而不应该这样去随意的打压 我记得半年以前 我们谈的问题就是 阿里会不会抓起来 都是这一类的问题 对吧 就是如果对世界经济有点常识 我们知道 美国股市上有五家公司 是过万亿的资产 最高的是苹果 最高的是3万亿 但由于这一次的美国股市的崩盘 这次崩的比两年以前 就是预期的时候还要厉害 就是NASTAG那次掉了32% 这次掉了34% 到昨天为止 有一家已经退出了 就是Facebook已经退出了 现在还剩四家 苹果 腾讯 苹果 那个 Amazon 还有另外两家吧 就是四家万亿的公司 但其实有两家中国公司 几乎就加入了这个万亿公司俱乐部 一个是阿里 一个是腾讯 就在遭到美国的打击 和中国的双重打击之前 这两家公司都到了9000多亿了 到那个程度 美国还有一家就是苹果 苹果和那个 微软 还有Kesla 微软 Kesla没有 Kesla 现在也只有 Kesla到了9000多亿 现在掉了一半下来 就四家 现在就看中国这本来可以加入 美国一共就五家 如果中国进来的话 那就七家 现在都远远的遍离那个了 所以最不该打击的其实是那个 但现在呢 也算是看清楚吧 中国现在会大力复制这些 私人企业 所谓的六保也好 所谓的什么也好 讲到底就是保私人企业 不用那个词了 现在换了个新词 叫做市场主体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 阿里的股票从70块一下冲到120块 就是在短短的几天之内 30天之内 但现在有些回谈 防御问题现在我觉得已经想清楚了 就是 他不能影响经济 就是主次已经想清楚了 口号喊的还很想 还实际做的事 已经不是不吸气代价了 不能影响经济 这一条 就是3月27号习自己在海南说的一个话 训练你怎么看呢 刚才圣明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 你防疫再怎么样 就是不能妨碍到经济 我们回首一看 从2019年的新冠病毒 到习近平坚持的动态侵 以及3月份这个上海的封城 导致整个这个经济的下滑 你怎么样来看待我们这个题目 7年是不是大人症 我觉得清零肯定是一个大灾难 就是说不是 当然说不是所有大灾难都会有受益者 我觉得这是毫无疑问 对吧就是 但是呢我觉得他经常是个大灾难 当然早期的时候 我说你做那个东西 其实就已经过分了 你不能拿18世纪 19世纪那种方式来对待20世纪 21世纪 就是那时候人类对科学 对医学没有那么多知识 但是我觉得习近平之所以采取了许多反科学的方式 那么你说的反人类啊 我倒觉得我们可以考虑 但是反科学 反罪的方式去做这些事情 他很大成长 其实就是这个想掩盖自己的一些不足 那这个呢 过去我们做过很多分析的 但是不讨论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习近平主要的让步 我同意盛平的看法 主要还是经济上的问题 而经济上的问题呢 盛平其实他达到另一个观点 我也同意 就是说他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在疫情防疫过渡的问题 实际上是一开始 就中国的经济啊出了问题 在这个在这之前已经有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他当时为了整顿 所以就他的供给侧改革吧 供给侧改革呢 是想清理那些所谓不符合他心中的 现在企业的这样一些企业 那你要中国那些什么乡办企业 村办企业 什么还那些农民办的个体企业 还有这种大大小小和政府绑在一起的企业 就是实际上中国严格说啊 真的也没什么真的民营企业 下面实际上都是不是跟中央绑在一起 就是和地方的一些官员个人绑在一起 这些企业 像这样的一些企业确实呢 他一方面企业素质 比起现在企业概念可能是差 另一方面呢 他也是腐败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个滋生的根源 这个自身根源当然了说严格说 这还是制度的问题 不是不是企业家行为 企业家们寻租在西方国家中 现代民主制度 这现政治法治社会也有寻租现象 但是他就说明呢这是个普遍 但只不过中国的政府权力大 和平刚才讲到了一个 就是说中国政府官员素质高 那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权力大 如果假如给中国政府的权力 就像美国政府这点权力的话 中国也就没有那么多人会往政府跑了 也没那么多人去想着就是 而且中国政府也不需要那么高素质的官员了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来说 确实是呢使得呢就是这个 在美国只是一些寻租行为 到中国这就变成了大规模腐败 这也是跟企业家素质有关系 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 第二波呢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 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上对中国的企业打击也很大 这个向松若先生在他的两个演讲中吧 也说的比较透彻了 那么其实疫情我觉得这是第三波 第三波只是呢一下子就让这个习近平 这个对农对民营企业这种歧视啊 一在政策中表现出来呢一下就触底了 他触底之后疫情呢本来他那个 其实整马云整那些都还来自于 他觉得这些企业他这里除了这个企业素质 还有一些行业他觉得有些行业是不该有的 什么虚拟经济啊炒股啊 集业资产的组合呀这些确确实实 都是最大的财富的来源 那比过去的房地产这个来自还还要厉害 那么但这些东西呢习近平认为呢 不是真的在创造金创造财富创造物质 创造的就而是呢在这个 等于把这个财富啊人家辛辛苦苦劳动 创造财富再重新洗牌 通过一些运作跑弄到自己兜里 他就不合理所以这些企业进行整顿 那刚才盛平先生讲的那实际上 就包括在美国你看到自由市场经济中间 这些企业才真正是企业的巨无霸 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就是一个企业 他们实际上是个平台 是许多企业和许多就业者赖以存活的平台 他而且他们还有就是龙头 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啊整个这个 集结在一起并且进入世界 经济体系竞争的一个龙头企业 这些企业叫习近平打得比较厉害 这样的话就使得呢中国经济呢一些处理 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进行了一番较量嘛 就说我们得知道啊 习近平关于防疫说过两句话很重的 第一叫不计代价要清零清零是不计代价的 第二呢还有就是说不打折扣 要求各级干嘛不打折扣 不能有不能分心的要去就一定要做 现在看来呢是要计代价了 这个呢其实李克强在十万人大会上就说了 他说呢就是要搞核酸检测就是要动态清零 也得有经济基础也得有经济实力才行 就有财政来那我们前两年也可以看到了 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什么呢 放欢清零纯粹是因为呢没有钱买核酸 还有地方你让核酸检测要自费 那你说你政府没钱了 你让老百姓的钱包去给你自费 那也自费不了几天的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呢 习不放开也得放开没钱了 这个政府没有钱之后你想老百姓转家 老百姓也没钱了 我们下面还要讨论为什么政府要放贷 因为钱都被核酸被这些东西给花完了 他现在在搞建设对吧 你现在要扩展经济要要救经济的话 让经济主体还有钱去搞 那你钱哪来呢你就得放贷了 他只有借钱了前面钱都叫这个 就是要习近平这个防疫政策给消耗完了 当然了这个关于这个政策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讨论就是说 我还是说其实要是刚才呢这个谢谢赵平兄提到了台湾 如果没有台湾的话 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清零政策呢 或许我觉得我还觉得有情可原 但是现在看有个台湾在那个地方 对吧他们也基本上没有去妨碍它的生产 那用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适度的一个方式 当然你说台湾现在死了4000多 是4000多人是吧 5000多人 那么这个要比起来的 5000多人 那说按照这个指标来说 昨天还有一个人的那个老赵 就是我介绍给盛平介绍他说 那个上海才死了 这个上海才死这么几百人 我说按照上海中国的指标 上海一个人都没死 他觉得现在上海那么多人感染病 再不死一个人呢 中国那个指标 那个那个检测那个指标 在世界就是个笑话 按中国说你有别的病的话 你要死的话是死在别的病 不算新冠死亡 那他现在上海基本上没死人实际上 死的那都是一些就是别的病的人 他现在没有办法 他觉得也就是这样的话说 那但是如果真的要按照世界的标准 像比如按照美国说 你死前30天内 哪怕阳性了 你死瘦是阴性 都算是新冠的话 那你就这个中国的死亡率 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就当然肯定也到不了100万 像美国这样这个数字 因为印度才死60多万 印度人口跟中国差不多 今年3月就是已经超过中国人口了 他其实后来到最后他没有 他们也什么疫苗他没有嘛 他也控制也控制不住了 最后才那么弄才60多万 我觉得这里有个统计口径 印度可能是向世界标准套笼 但没像美国是不好多 不死于新冠 为了要这个新冠福利 也给算到新冠里头去 所以美国的数字 我觉得咱们要不水分 靠除掉之后 要看参考印度的话 就知道 因为印度的那个防疫啊 他人口密集更那种密切 当然他可能人口可能年轻一点 因为他那个地方可能 大概新冠还没弄死 好多人已经被别的病给弄死了 所以他现在对能够抗新冠的人口的 这个比例要比中国 比美国的要高得多 可能所以这样可能 人数少一点 不管怎么说呢 我觉得清冠呢 清零呢是个灾难 他不是个人 这是越到后来越是这样的 早期还有一些理由 因为没有经验 没有经验是 所以我觉得为了所谓这样 习近平说为了人民的生命 安全的话 做的过分一点也没有什么 但是后来了全世界已经有经验 专家有共识了 还这么做就平安 他现在放开 我也觉得他其实也是因为经济上 已经到底了 没办法了 没钱了 因为这个军刀提到了 这个经济上面实在压力很大 所以不得不不解封啊 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 讨论过好几次了 在二十大之前 我想你跟盛平也谈到过 这个整个中国的疫情啊 会得到某种程度的调整 你觉得这样 我们要回头看了 因为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完全的 这个结束 回头看 你觉得这个过去的两年半来 中共当局 中共高层到底从疫情学到了 怎么样教训 我今天在节目里面跟这个 觉得跟这个盛平 多多这个发生过不同的看法 我今天还应该接近我的看法 就是说 二十大前他不会放弃所谓的这个清零政策 他会放松 我以前来讲他会放松控制 但是到了 在某个地方发生了一个 发生了这个疫情之后 他还是医疗採取很严厉的控制措施 只不过是的 那你对没有发生的疫情的地方 发现这个人群他就不放松控制 那现在他就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找的 我们也看到这个 美国这个中国大使博恩书讲这个中国如果 中国现在的清零政策要延续到这个明年初 然后外交部这个发言人对这个回应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中国说 我这个就是说 并没有否认他这个话 几次强调这个动态清零怎么怎么 也保护人民三民的财政案 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把几大体育赛事延长取消 那么这些动作其实都说明就是说 他在经济的压力下他会放松控制 但是不会放弃这个所动态清零 不是说他单是考调讲讲而已 他确实不会放弃 不会放弃 我还是认为他不会上市民去前说 这么打躲什么打躲的往右转之类的 他依然就说 你如果那个地方发生了疫情的话 他还是依然的严厉的控制 所以说那么要他如果放弃 要放弃动态清零这个方式的话 我这个那一看当然一个是看 现在人民对这个疫情来都已经陪备了 包括包括美国也包括其他的了 这个这个其他地方都已经抱着一种无所谓了 无所谓的态度 那么这样有心情的可能时间长了也会影响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角色 其实对这个习近平来讲说这个两年时间 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是两年时间了 他对得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什么教识 教识也好或者经验也好 我认为这个如果说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他估计可能他也会反思也就反思什么东西 我觉得他过去把这个疫情作为一种所谓的这个政治 来证明自己政治体制 证明中国政治体制优秀 证明他领导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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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这个 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效力 你说他的效力也好 还是其他方面也好 他可能会有所 我觉得这个会有所 他自己应该是有所反思的 除了这个经济压力出手他反思之外 他可能也 我认为他觉得这是不是以前的 以前以这个少使人来作为一个衡量衡量这个所谓制度优势 这个这个都是以这个小使人为而来来来 都最主要的含量指标的 那就是当然这可能是是是是是不是这个公共卫生专家 对他这个所所做的一个错误的一个 一个一个建议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他本来可能是不懂医学的 他也不知道这个这种病会这个会怎么样 但是当然是公共卫生专家建议说 以中国的医疗目前状况 以中国的老龄化老龄化的程度 那么那么那么这个这个一旦这种病了 就算是这个奥米克隆这样的病毒 我们讲这个是 虽然说这个致病率广但是据死率低 但是我们讲那个所谓的那个公卫生 但是还有还有一句话就是说 虽然他居首率但是他得重症的人之间 他的病死率还是很高的 所以这样的话我估计可能就会把这个习下倒 但是这个现在这个现在一方面是这种经济的压力 另外我们可能是事实证明 就算是得重症之间这个居首率是否很高 可能会有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争议 而且说在现实中并没有表现的这样特别明显 也应该让我觉得可能会让他觉得 你把病死力来作为这个衡量的抗议成功的 对主要的这样一个就一个标准 可能是不是过于严厉了 应该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在目前的这样一种状况下 他应该会反思的 另外就是一个时间的因素这个时间长的呢 我觉得他这个一方面是老百姓 就是说你死很多人的话 今天比如讲我们讲讲今天如果这个 这个中国每天没有比这个死这个一两百人的话 那么比起当初这个疫情刚刚发现的时候 那个死一两百人老百姓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如果你死一两百人的话 大家就做得非常非常是非常了不起 那么今天死一两百人呢 你就做得看就是一个四字 他就是一个四字而已 这样的话老百姓的心态自然会有 有一种陪陪或者放松的心态 那么对领导人来讲 对习近平来讲 他当然对他如果老百姓自己都是有这种心态 他也就可以顺利下坡 也就顺利下坡了 我也就放这个放松就这样控制了 我觉得应该大概是应该这么一些因素促进他 现在就是中国政府现在是放松这样一个疫情的控制 但是我还是要说的话 虽然他放松了这个疫情的我们讲这个防疫 但是一旦某个地方发生了疫情 他还是依然控制的很严 所以比如讲他现在要让人们这个 就算是让这个开放那个探亲家 他还是要说要做六字黑栓检测 六字黑栓检测 所以另外一个他就说他现在这个他 他上海这个所谓的抗疫之后 他似乎认为上海跟北京的抗疫 他认为可能找到了一种方式 这个方式就是大规模的黑栓检测 但是大规模的黑栓检测也面临着一种后果 就是这个钱哪来 一路来着两难之中让他不得不做这妥协 好谢谢 和平现在海外华人 看看慢慢解封了可以回大陆探亲 你觉得那个刚才郁文提到了 习近平开始在反思 你觉得习近平会在想什么呢 我觉得习近平搞这个所谓的清零 是他至少他自认为是一个所谓的人证 但是对人们的生活影响那么大 人们的基本生活都没有得到保障 尤其是上海西安相继出现的很多的自身灾难 使我们非常的愤怒 这种愤怒就是他的政策的过分的粗暴 同时也反映出了他的基层的润卷 过分的僵持或者是无能 这是上海人啊西安人啊很生气的一个地方 也是海外我们看到不断地进行批判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不过现在他已经在做出某一些调整 你可以在某一种设置的情况之下 去让大家的经济恢复生产也好 人们的生活恢复正常也好 或者海外华人回国探亲也好 这条路似乎现在一步一步在打通 一方面是他的经济支撑不住 另一方面呢这个政策引起来的反弹 确实是高层不得不进行调整 现在在亚洲有三个国家 在进行还没有开放的这么一个防疫政策 除了中国大陆还有一个朝鲜 如果只有中国大陆和朝鲜 我们觉得是这两个僵化的体制造成的 刚才军特也讲了 实际上台湾 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是亚洲 变成就是这三个地方 是没有能够走向开放呢 是什么原因呢 它有没有什么共性呢 还是说这三个地方 我们朝鲜可以说是比较的 这个我们不了解 但是台湾我们了解一点呢 中国大陆了解一点呢 是不是台湾的领导人和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都是一样的想法 就是不能死太多的人 不能出现太多的灾难 但是你从台湾的做法来讲和中国大陆的做法来讲 台湾是一个新闻自由开放的地方 每一天都在骂政府 批评政府 有些政府做的不对的地方能够表现出来 但是台湾我问了一下台湾的朋友 他们没有像中国大陆搞得那么封锁 没有失去基本上的这种人身的自由 那早一段时间上海人跟坐牢有什么差别啊 这就是激起大家的反感反抗 尤其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出来 表现得非常好 上海市民的反抗也非常好 中国的社会的这个进化呀 已经不再是追求八九年那种政权的一个政治的变化 也不是苏联这种崩溃式的上家游行抗议 也不是什么天鹅云运动 中国的进化很有可能是通过一件又一件的事情 老百姓发出他们的声音出来 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民生的事情 它对政治有一点设计 跟政治体制可能有一点关系 但是呢对于中国来讲 它不面临着一个真正的政权的危险 所以中国也愿意 也可能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妥协 我觉得上海民众付出的代价 西安民众付出的代价 和后来的这些反抗 是这一次习近平的政策的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希望未来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应该勇敢的站出来 反抗这个政府的这种错误的做法 中国就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良性的变化 和平和平提到的是一个愿景 希望这两年半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疫政策 千年政策能够让中共高层彻底的反思 到底未来同样情形化会怎么样来处理 比较好 我觉得亚洲的解封 美国也解封了 美国6月12号开始 入境美国的延免检测 所以各国似乎都已经在充容的应对 整个新冠病毒所导致的这个疫情 我们未来看看 我们也持续的关注一下 二十大跟疫情之间的关系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